北京时间12月3日,76人主场击败活塞,乔尔·恩比德得到25分和10个篮板赛后,他在接受NBA TV的采访时称自己是大个球员里的詹姆斯·哈登。 76人和活塞的比赛之所以备受关注,不仅是恩比德和德拉蒙的这两位东部顶尖中锋之间的对决,还在于他俩在赛前的口水战。 据恩比德在赛后透露这场比赛开始之前,他就告诉队友德拉蒙的将会在比赛中溜饭离场。 果不其然,庄神今天真的是吃到六次犯规。 当对问到为时,腰总是在推特上和别人引发口水战,恩比德表示他这腰做事为了激怒对手,从而让对手和他交锋的时候打得过于充满侵略性。 这样就更容易让对手吃到犯规。 看得出来,恩比德并不是为了打口水战而打口水战,他这腰做事有自己的一套策略。 此外,恩比德在采访中还称自己是大哥球员里的詹姆斯·哈登·罗森。